Hello,大家好,我是Sug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终于来给大家更新创搭视频了 我感觉我因为专修错过了一整个纽约的春天 今年连樱花都没有时间去看 但现在终于有时间恢复更新了 所以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最近新入手的一些夏季单品 那依旧也会利用到一些旧的单品啊 就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 一起来搭搭看 看看有没有产生什么新的火花 那首先呢先来分享我身上这套 这套是传新的一套啊 也是我觉得超级适合度假的一套 那上衣呢是来自Sihara私下的一款 版型很飘逸的吊带 那它的飘逸感呢 其实主要是来自前面这片 你看给它拉开 其实是一个方形的这种材片 但当我放手 让它自然垂坠下来的时候 它又会呈现一个水感很好的三角形 而且当你走动起来的时候 它还会贴着你的身体飘动起来 而且你们看它前面这个材片 跟后面吊带是分开的 所以它后面这个吊带部分呢 就可以在这里做高一点 也可以有效地遮盖附屋 那像这种夏季相对简单的基础框 我个人觉得它的面料质感 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它上身的质感 那这款呢 它用的是46%的羊毛 26%的新加长绒棉 还有26%的天丝 所以说肉眼可见 它的质感真的非常的不错 而且虽然这款面料它是含羊毛的 但是它是可以直接激洗的 你细看这个面料的细节 它是这种有一点点轻微褶皱 类似于纸张的激励感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说过很多次的那种天然去雕琢 然后带了一点大自然 纯朴大气质感的面料 那夏天呢 我觉得不论是日常穿 还是说穿上它去度假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下面搭配这条短裤呢 也是来自之前 我有推荐过 大家反响非常不错的一个加州牌子 W Awake的 它的材质 我觉得跟这件上衣还挺搭的 它是这种棉麻浑仿天然纤维的 穿起来非常的透气舒服 而且它的裤型很好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也会用它搭配好几套 我觉得在夏季 绝对是一个非常百搭 很实穿的基础单品 那它的裤型呢 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 短裤时候说过 夏季我非常推荐大家买的 不挑人的标准的短裤裤型 就是这种高腰的A字型 它能够很好的提高腰线 拉长比例 而且它在裤腿的部分 是有给大腿留余量的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可以通过跟裤腿宽度的对比 视觉上面显得你的腿更加的纤细 但这条裤子 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皱一点点 虽然说这款面料算是比较厚一点的 这种棉毛混法 我之前其实有在Zara或者Mango买过那种 咋说呢 比较薄一点的棉毛混法 它就起皱问题非常的严重 这款我觉得在这种类型的衣服里面 不算是起皱问题很严重的 但它毕竟是裤子嘛 就是它会比起衣服更容易被折叠 因为经常会做下来什么的 所以你最好在每次穿之前都晕它一下 保证它最佳的一个上升效果 那这款的面料我会建议大家最好不要激洗 最好是简单冷水手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所有类似这种棉毛混法 或者是棉毛类的材质 我建议大家在洗完之后不要很重的拧干 然后晒干之后给它简单晕毯一下就可以穿了 我们再搭上一款有点金之笔效果的damping 就是这款也是我最近新入手的啊 我觉得真的好适合度假 好适合夏天的 来自Pro and Zach Schooler这款草边包 这款包我觉得不是那种只能够度假杯的草边包 它加入了非常多这个皮质的元素啊 特别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 就是肩带这个地方 用的都是皮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整体实用性会很高啊 就更像是有度假元素的tote包 然后它里面这个零钱袋 也不是很多这类包会做的那种 就是用一个绳子固定在旁边 然后这个包可能会在这个袋子里面 跑来跑去的那种 它是直接扎扎实实的缝在这个旁边的 就你放一些小东西进去 也会比一般的这种包会更好找 那为了更好的放置东西呢 它里面还附赠了一个 可以给底部一定支撑的皮垫子啊 但其实你看是可以这样拿出来的 如果说大家不需要的话 其实可以拿出来做那个鼠包垫 因为我最近在写脚本的时候发现 它跟我的鼠包垫长得好像 而且质感还比我的鼠标点好很多 为了防止像这种包 你随手一放的时候 它比较软嘛 就会自己散开 它在这里给你加了一个金属的扣环 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它扣上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 在这一类包包里面看到这种设计啊 我觉得真的非常粗 我真的很贴心 不过它也有一个挺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的自重真的还蛮重的 算是我背过草边包里面 相对比较重的一款了 那我也是提醒会比较介意这点的朋友啊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像这种比较基础款一点的穿搭 在搭配配饰的时候呢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选择量感偏大一点的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选择一些小量感的饰品 把它叠带起来 因为这款的漏肤度算是比较高的嘛 而且呢 它的单品质感都是比较简单 天然质朴一些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在饰品上面做文章啊 然后我最近也新入手了很多 非常适合夏季的手势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下个视频也可以详细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其实我身上这套每个单品拆开搭 也是完全成立完全OK的 那比如我身上这件吊带 其实跟我去年买的这条Mango的长裤搭起来 我觉得也巨好看 因为它们两款单品的垂感都很好 所以穿起来也非常的拉长比例 那夏天如果说你是不太喜欢露腿的女生 就可以参考这个穿法 但也因为这条裤子的颜色比刚才的更重 亮感也更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包包的部分 再搭配刚才这款Provenza Schooler 就不是非常的合适了 那我会偏向搭一款稍微小一点的包 就是这一款 我记得是大概上个月吧 我在ZARA买的一个这种小的皮质编织包 对于ZARA来说是有一点小贵啊 要200刀 但这款呢它是百分之百牛皮的 而且你靠近看啊 它整体的这个细节做工 我觉得甚至不输一些小众品牌的包包 其实我觉得像ZARA这种快销品牌 它们其实做版型是很有很有经验了 而且团队也都非常的成熟 很多时候它们单品的问题 都是材质实在用的太差了 但反正它们材质用的好一些 我觉得它们的设计质感还是能感得上的 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把它背上深量看一下 是不是效果也还挺不错的 就这种可可爱爱的夏季小包 那这套鞋子的部分呢 我为了呼应全身的风格 搭配了一双也是有编织元素的脸鞋 这双脸鞋是来自SIZEN的 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必须说它的脚感一般般就比较重 我穿着呢走起来就感觉有点不跟脚 但是风格上我觉得SIZEN真的很会抓住我的心 就整双鞋的质感它本身还是挺不错的 你们觉得呢 那你们会更喜欢这件私下的吊带搭配这条长裤还是刚才的棕色短裤呢 那第一套我们搭造的这条棕色短裤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官配单品 就是我身上这件复古印花的挂脖吊带 是不是也很好看 就像我这种肩窄型人真的非常喜欢在夏天搜罗各种挂脖吊带 就以我多年的穿衣经验来说 挂脖款真的穿上身会显得我更挺拔一些 但这款的挂脖带子呢 它其实是偏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相对平衡的比较好的这类上衣 就不是那种带子特别细的 可能肩宽的女生穿起来会有点奇怪 而且它这个挂脖的带子还有一个非常心机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就这两条带子它绑上来这个路线呢 可以很有效的遮盖妇虏 但在这里其实关于妇虏这个问题 我想简单的说一句 我个人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是越来越不介意露妇虏这个事情的 因为说实话 是个人他就会有妇虏对吧 这个身体非常自然的一个部位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过于焦虑这个问题 如果刚好你喜欢穿的漂亮衣服遮不住这里 那就遮不住吧 这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在意的问题 但当然我知道接纳自己 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为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女生 在我介绍单品的时候问我说 这个衣服会不会遮妇虏啊 这个衣服是不是遮不住妇虏啊 之类这种问题 所以其实我在介绍单品的时候 如果单品有这个功能 我也是会跟大家解说清楚的 我只是希望说 大家不要对于这件事情过于的焦虑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跑迪跑得有点远啊 那继续回到说这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呢 它还在后背的部分 做了一个松紧带的设计 那这样子呢 它整个适配的身形 我觉得也会更多一些 因为这种类型的衣服 如果你不做这个设计的话 说实话 它这个维度卡的是蛮死的啊 所以我觉得它会是 夏季衣橱里面很好穿的一件啊 就是那种即时用 然后也有一些造型感的单品 那它的材质呢 我记得是跟这条裤子很类似的 都是那种夏天穿 非常轻肤舒爽的亚麻混法 这样一套搭配起来 我感觉跟我新家的配色很搭 你们有没有觉得 那这套的配色部分呢 我觉得主要选择的是这种 铜色系的 然后亮感比较大 带一些度假感的单品 准确来说应该是 你看像这个包 腰带 都是这种精致感和度假感 给它杂揉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这样一套 从头到脚搭起来 整体型还是蛮好的 你们觉得呢 哦对了 我记得我前几天在宣布 我最近会恢复更新的时候 就有同学问我 有没有推荐的厚底凉鞋 那我暂时呢 会给你推荐这双 来自Rakon的黑色厚底凉鞋 不过这双不是我新买的鞋 我记得应该是我去年 快秋天的时候入手的吧 所以还没有来得及 在鞋子合计里面 跟大家详细分享 今年的凉鞋合计里面 应该会跟大家 好好聊一聊它 它也是我最近 最经常穿的凉鞋之一 因为它有一定的增高效果 而且呢 它正面有一定的宽度 就即使你关腿穿 也有显腿系的效果 而且重量的话 在这种厚底凉鞋里面 我觉得算是偏轻的 不算重 如果说你最近在找一双 日常穿 然后又有一点设计感的 厚底凉鞋的话 我个人还挺推荐这一双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 我刚才推荐的单品 还是露肤度 对你来说有点太高的话 我最近还有一件 穿的比较多的 它跟第一件吊带 是同一个材质 也是用的可激洗羊毛 做的这样的一件衬衫 也是来自Sahar的 短袖古巴林衬衫 我个人觉得 像这件这种古巴林的元素 跟这种 有明显激里感的面料 真的很搭 而且我穿下来 觉得它这个面料 很妙的一个点 就是它既有一定的垂感 又有一定的挺阔度 一般来说 这两种特性 是很难在一件衣服上面 共存的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面料 确实选得很好 就非常适合做 夏季的这个上衣单品 就整体呈现出来的质感 会非常的特别 我像现在这样子 敞开穿 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其实它在门巾 挂面这个地方 特地做了加宽的设计 正面这个地方 它有更多位置 有双层遮挡 那这样子 你在扣起来穿的时候呢 其实对于我们女生 传染身会更加的友好一点 所以说觉得 这件白色可能太透的女生 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而且设计师呢 在它这个挂面的边缘部分 设计了两条 非常细且窄的 这种很精致的走线 这样子呢 你就不用担心 它这个里称会起窍的问题了 像这种这么细节的设计 Saha他们家真的 每一件衣服都能找出一楼框 如果你买过他们的衣服 你肯定会知道 他们真的在细节部分 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这种地方真的做得很用心 那这件衬衫呢 我最近比较多的穿法 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套 就是当这种外套的罩衫来穿 那里面搭配这件吊带呢 也是我最近会出视频 跟大家详细分享的 我的夏季联名款 我觉得它胸前镶嵌的 这个珍珠元素 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综合 衬衫和裤子 带来的中性洒脱感 就点缀了那么一些些 比较女性化的精致度啊 而且有了这个珍珠元素之后 其实你脖子的视频 就不需要带太复杂或者太多 简单的点缀一下就好了 或者如果你觉得 刚才那样穿有点太宽大太大了 你也可以在这里 这样简单打两个结 然后把它多余的部分 轻轻地卷进去 像这样的穿 也是完全OK的 那之前衬衫的另一种穿法呢 就是像我现在身上这个样子啊 用到了刚才第一套 有搭配到的 W-WEEK的棕色短裤 这样搭起来 是不是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下面呢 只要简单搭配一双 跟短裤同色系的凉鞋 然后再背上 这个Provenza School的炒边包 就这样子 整个穿搭的完整度 是不是就很高了 像这种基础款的白色衬衫 真的一年四年都会很好搭 其实你夏天搭配牛仔裙啊 牛仔裤啊这些 也都会非常好看 哦对了 有一个小tips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你穿这种衬衫 想要显得人更精神 一定要记得玩袖口 就是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折两折 就这么简单一个小小的动作 会让整件衣服穿在你身上 显得挺拔非常多 哎我觉得像这样扣起来 好像更能够穿出这件 这种古巴林的风味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视频前你们是更喜欢 它敞开穿 还是扣起来穿呢 那接下一件呢 也是衬衫类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单情呢 是一件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这种连体裤 那这件呢 它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嫩黄色 我觉得非常有夏天的气息 但是单穿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稍稍有点单调 对我来说 我会更喜欢有一点层次感 所以我会选择在里面内搭一件 大家可能夏天人手一件的这种条纹吊带 像这样子叠穿起来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把拉链拉得低一些 这样子给它留一个深V 也会有拉长脸型的一个作用 这件衣服穿上身 它整体的风格就是这种非常简约的 甚至连拉链都做了隐形设计 所以整件衣服穿上身的整体感非常好 然后呢 鞋子的部分呢 可以搭配一双奶白色的运动鞋 我觉得就非常好看了 那这套呈现出来的这种夏日活力 我觉得跟前面几套的风格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种大扩型的连体裤 加上嫩黄配色 就是有一种把甜味和中性感 杂揉起来的 还挺复杂的气质 但是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那中间腰部这个地方 也不需要我们额外搭配皮带 它自己是带了一个 可以自主调节腰的松紧度的抽绳 而且材质呢 也是我贯穿今天一整个视频的 都是这种亚麻混坊的 我觉得夏天穿这种材质 真的会非常的透气舒服 但这套我还蛮纠结的一个点 就是它搭配哪个包比较好看 我感觉它搭配 Polanda Sula这一款 或者是Zara的这款 我觉得好像都还挺搭的耶 就是这款会更顺色一点 这款会更壮色一点 你们觉得哪一款 会更搭配这套穿搭呢 那如果说前面分享的这几套 都更追求舒适度 但整体风格比较偏素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两件 我最近在Zara入手的 色彩会偏重一点的单品 那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件 黑白重复几何图案的衬衫 你们看是不是一般我穿这种衬衫 都会简单的折一下袖口 真的青色这样穿会时髦精神很多 但这件衬衫的材质 肯定就没有刚才介绍的 那么扎实那么好了 不过它也是纯棉的 然后摸起来呢 也是有一点点棉麻的操感 穿上身的舒适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它确实会比较薄一点 会有一点点透 但好在它的这个图案是比较复杂的 我觉得它布料可能稍微透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那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件衬衫它的硬挺度 我觉得还是够的 然后我用它搭配了一条深蓝色的牛仔长裙 这条也是去年秋天推荐过的老朋友了 Insys的一条这种深蓝色的长裙 那这套有个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部分 就是我用来搭配这套的包包 就是这个 是不是超级可爱 这个包包呢是来自西班牙品牌 好像叫Andre Scalier 我尽力了 我实在是不会念西班牙语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 大家看字幕吧 那它们家的特色呢 就是把陶瓷融入到皮质包包里面 所以它们大多数的包呢 都是这种比较挺阔一点的款 那我选的这款呢 我觉得它的包型 跟刚才我说到的ZARA草边包 有一点点类似 都是这种外面比较像提栏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可以调节松紧的袋子 这样的设计 但不同的是这款包里面 袋子也是皮质的 ZARA那款里面是布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种类似提栏的包型 在夏季搭配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而且它整个包的这个做工都非常的精细 它这个棕黑配色的厚重感 我个人觉得也被陶瓷这种材质 咋说呢 清透的质感很难形容 就被这种质感化解了很多 怎么样 这款包是不是跟我身上这套巨大 但这套的风格 我感觉即使你是要穿去度假 也会更适合像麦阿蜜啊 或者是夏威夷啊 就是这类城市气质比较热情一点的目的地 那种太空灵气质的度假胜地 穿这套可能就显得稍微有些花了 还是刚才那几套会比较合适一点啊 那另一件这个长得有点像杜多的单品呢 就是这件我之前自拍啊 就大概漏了三分之一吧 就被狂问链接的一件来自ZARA的牛仔挂膊上衣 那这件它很特别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下摆其实是有点不规则的 你们看它这个尖尖是有一点往这边偏的 再加上牛仔这种材质本身的硬栏感加成 不然我可能也是不会买的啊 我觉得它好看的点就在于它非常性感的这个型 然后配上中性的材质 我个人非常吃这种矛盾感 那下半身搭配的呢 也是出现过N多次的一条老朋友了 是前年吧 都不是去年了 前年吧 HOOGE的款 但我真的非常爱这条裤子的裤型啊 显得身材凹凸有致 而且还很心机的从膝盖上面就开始放裤子的宽度 所以它又非常的显腿直 那这样一套搭起来呢 我个人感觉是在纽约夏天会在西村看到的城市辣妹穿搭哦 那既为了跟上半身的牛仔做一个撞色 也为了呼应裤子的紫红色调 所以我还是选择搭配ZARA这款草边包 我觉得这三个单品的适配度真的很高 是不是 然后也千万不要忘记加一些简单的视频点缀哦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 那前段时间因为都在忙家里的事吧 就是在忙这个背景啊 忙装修的事情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时间来研究穿搭 但最近我又准备开始大开沙界了 我已经下达了非常多夏季单品了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看的穿搭内容的话 就尽情给我留言吧 我也会来看一下尽量一个个来安排的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季穿衣上的启发 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留言收藏一键三连哦 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